接下來這個是我們課本上做的實驗 要去撒鐵粉讓你看到磁力線的形狀 這邊做的是撒鐵粉 但是我們實際上做的時候是我們有一個壓克力板 上面先撒好鐵粉 然後在板的下面放磁針 然後用那個手去敲那個壓克力板 然後跳起來然後可以順著排列 而不是用撒的 這裡是用撒的 它就會撒出然後就看到一個形狀 那就是我們的磁力線 就是我們的磁力線的樣子 磁力線的樣子 那這個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鐵粉不要放太多 你放它就變成一坨多的鐵粉 你什麼紋路都看不出來 鬆鬆的稀稀的 這樣反而可以看出它的樣子 這個是磅狀磁鐵 那也可以有馬蹄形磁鐵 就這樣這樣就撒出一個形狀一個紋路 那你就畫出它的磁力線 就畫出它的磁力線 就是課本上所安排的實驗 然後得到像這樣的結果 這就是不同形狀的狀況 磁力線的樣子 很久以前我跟學生說 不需要會畫 考試不會考 講完之後就考了這一題 其實你畫它磁力線的樣子 不過30年來也只考過這一次而已 所以真的不用會畫 而且你真的不會畫對 這些彎彎的線都有特別的彎法 特別的彎法 你也不知道它怎麼彎法 可是就長相 大概長相知道就好 但是有一點重要 你看它的相西跟相次的情形 什麼樣的狀況叫相西 什麼樣的狀況叫相次 這個在考試的題目畫圖裡會出現 看到長這樣知道是相西 看到長那樣就知道相次 然後就回答後面一些實際的問題 如果是連在一起的 就是相西 右手邊那張圖 N跟S相西 磁力線是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 分開的 撞在一起 像那個手一樣的拍的 拍的 互相拍的樣子的 分開的是相次 左手邊兩個N互相排斥 磁力線是分開的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 你要記住 磁力線相連的 表示我是互相西 磁力線是分開的 表示我是互相排斥 這個在畫圖的時候會畫出來 你看到它 你就知道它是相西還是相次 你就會判斷磁體 像這個男一的動畫 這是一個棒狀磁鐵 我說的長相 長相大概知道就可以 長相大概知道就好 然後這是馬蹄形的 長相大概知道一下就好 看一下蘇密的狀況 密集表示磁場強 磁力強 蘇松表示磁場弱 磁力弱 然後看一看看到 這樣叫做互相排斥喔 兩個S相對互相排斥喔 磁力線是分開的喔 然後呢把它改成相西呢 它是連在一起的喔 它是相西的 這個是頭對頭 平平的這樣對在一起 兩個並排的情況也是一樣啊 這個是相似喔 這個是相似 OK分開的 這個是相西 是連在一起 所以呢 這個鐵粉撒出來 看到的形狀 你不需要真的會畫出那個形狀 但是你要曉得 我們如果是互相吸引的 磁力線是連在一起 如果我們是互相排斥的 我們的磁力線會分開 這是我們要學會的事情 OK嗎 OK